不要说就那一句 我会等你回来就可以了 好 我们叫绝姐 你出题你自己来示范一下 怎么表现你这个题目吧 绝姐 快点 哇 跟佳辉哥来 给小妹妹看一下 看一眼 老师们吸引饭了 看一眼 朱姬青的背影 来了来了 送老爸上火车 送老爸上火车 到底是女儿还是老婆 搞清楚不通眼法了 好 现在老婆送我到车站 老婆 来 预备 三二一 开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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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等你回来 我感觉韩雪老师这段戏演得特别的好 我觉得她的情绪表达是隐忍 而且又很克制的 其实有时候不需要太多多余的台词 我觉得我学到了挺多的 原来是这样 会有种非常恍然大悟的感觉 可以 可以 就演得非常好 有记忆吧 就是梁家辉老师和韩雪姐 那段戏 它是有节奏的 很舒服 演得很好 你们 韩雪 情绪平复一下 没事 王家 王家 来 我们各位导师 郑和惠子值得一张红卡吗 我觉得她组织人民挺好的 但是还年轻 再等等吧 红卡先带定吧 好的 加油 韩雪姐继续努力 谢谢 加油 来 下一位 接下来要上场的议员是向左 加油 来参加这个节目 其实我没有什么预想 我希望的是有真实的声音 给到我去有一个进步的空间 向左 哎呀 哎你熟啊 我不熟啊 不 你不是拍过 没有他跟我不熟 他跟你不熟 来 来了 大家好 也很多 前辈在这里 好久不见 你们好 我叫向左 他可能印象中 我还是一个 会打两下的一个二代 我身上有很多的光环 我是谁谁谁老公 我是谁谁谁的儿子 或者我是谁谁谁的徒弟 但 我希望大家认识的是 演员向左 好 曾经参与过这些电影 可能大家都不知道 因为里面可能只有几秒钟 这个是一分钟 这个是我主演 曾经有人跟我说过 真不好意思 如果拍不好 你跟你爸妈不好交代 好 那我走 不好意思 要不就是说 这部戏可能没有打 跟你没什么关系啊 走 从我十八岁到现在 从来没有一个人 给我一个空间去演戏 真的包括中国香港 全部的导演跟制片人 真的 所以 我根本觉得自己是真的 像一个废人一样 我根本不知道明天能干嘛 我没有跟所有演员 在市场比拼的一个技能 所以我会选择去练功夫 然后我父亲也是个练武之人 他是个武师 他也非常懂武功 所以我希望从他身上学到一身好武功 所以就闭关了七年 中间的过程大概就是从体能功夫到表演 不等十二到十小时坚持了七年 那那个时候七年是几岁到几岁 七年我是二十六岁到三十一岁二岁 这七年就是过同一样的生活 一样的生活 手机都不看 哎呦这个 继续 然后七年后其实我拍了两部电影 也失败 但是我到现在也没有放弃过 今年我四十岁 我觉得可以透过这个节目的话 重新让大家去认识演员向左 会表演 希望大家给我一个机会去表演 演文戏给大家看 但是你刚才所说的武打什么什么 是你想走的路吗 绝对是我想走的路 就是武打明星就是你想要的一个 是 是我想 那有什么好遗憾呢 我没有遗憾 完全没有遗憾 所以 只是因为我亲眼看到 比如李廉洁先生 曾子战先生 成龙大哥 他们都成功之后 为了想演戏 故意去拍一部文艺片 告诉大家动作演员会演戏 我真的非常希望 动作演员是不是应该有机会 公平地在市场上 给所有导演跟机片人 去选文戏的机会 但是你刚才不是已经说 武打明星是你的目标吗 所以你每一天的动态 每一个举动都是 一个舞蹈明星的一个一个范儿 人家怎么会想象 你有另外一个面给他们用呢 我是想 但是从来没有机会 这个是你 先有鸡和先有蛋的问题 有的时候就是演员 可能你要主动地呈现一些特质 让导演看到 其实因为演戏我曾经 我不在一分钱流浪了半年 我都哪个国家我都不讲 就是我就在街头 或者在一些 庙里面睡觉 我想体验生活 对那些都是 就是脱离生活的体验生活 这样说吧 我们电影就要给普通观众看的 还感动他们的 我们就要用他身边的人来感动他 要共鸣 我完全理解我的打扮 奖项可能跟很多人 就产生很大的距离 所以我其实想跟所有人 拉近一点距离 哪怕不拉近距离 哪怕我多点细拍也挺好的 所以你要试试改变你的形象 在旺角啊 在某一个地方 没人认得出是你 能困进去买东西 好 你想给大家展现一些 我们看不到你的那一面 你今天会自己有准备吗 还是 其实今天我带了一段片段 他整个整个剧叫 《莫萨特之史》 我想演一段 莎莉亚里的独白 其实莎莉亚里跟莫萨特的关系 就是 朱格亮跟周宇的关系 我觉得这次演的是周宇 好啊 来 这次观看 我第一次感到 来的空虚